大家好我是事關報俠的Able 今星期的一周標示我們仍是講功能篇 而今星期的功能是三文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三文是甚麼 因為這個名字比較少聽到 在17世紀的時候 當人類還未有電力的時候 晚上想看時間就看不到 當時的制標像想出一個方法 就是設計了一些機械結構 將音錘敲擊音王發出聲音來報時 這就是三文標的開始 文標分開很多等級 最簡單的就是有報時的文標 而上一級的就是每刻問報黑 再準確一點就是每五分鐘都可以報 而最後最準確就是三文 就是報時報黑和報昏 三文標是一個很複雜的機械功能 它比陀飛輪更加複雜 所以一般的三文標都比較貴 還有可以做三文標的品牌也不多 一種好的三文標取決於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報時的音量 另外一個就是報出來的音色有多樂意 而影響這兩個feature的分別就會是 錶殼的大小 錶殼的材質 音王和音錘的設計 還有就是敲擊動力的處理 以前代表的Pocket Watch 因為尺寸大一點 它是先天性的優勢 所以它的音色一定會給碗錶上面的三文功能 來得大聲和悦異 但因為今天我們有好些的科技 還有更加多的材質可以選擇 所以今天很多品牌都能夠 在一隻碗錶上面 能夠做出一個很好的音色 以及一個比較大的音量 講了那麼多三文的基礎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文標究竟有什麼特色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牌子就是Pater Phillips Pater Phillips的三文 市場上的人會覺得它是最好的 其中一種 大部分拍賣會裡面拍賣的Pater Phillips三文標 他拿到的價錢都比定價要高 所以這些Pater Phillips三文標的 waiting time 一般來說都是兩三年才可以等到一隻 Pater Phillips做三文標 它都是用瑞士傳統三文的設計 但是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每一隻三文標出廠之前 都由他們的總裁親自去聽那個聲音 他 approve才會 sign off 那隻標 好了 講完Pater Phillips 第二個我們想講的品牌就是 Chachet Lagou Chachet Lagou Chachet Lagou的三文比較高科技 它的設計都是比較新穎 一般的音王都是圓形橫切面 但是Chachet Lagou的陰王它的橫切面是方形 為了什麼呢 就是為了音隧敲擊陰王的時候 接觸面可以闊一些 另外一個處理的方法就是 將那個陰王 attached到那個標鏡的藍寶石水晶玻璃那裡 令到那個藍寶石水晶玻璃成為了整個共振箱的一個部分 令到聲音更加大 今年他還推出了3D陰王的三文錶 這個3D陰王的三文錶 是將陰王拆住了整個機心 令到整個機心整個標殼都成為它的共振箱的一個部分 再進一步令到聲音更加增大 講完Chachet Lagou之後 我們講一下德國的朗格Langanzona Langanzona這款三文錶是Zwag這個型號的三文錶 Zwag我們叫貓頭鷹 可以看到它是一個跳字的顯示 左邊是時間 右邊是分鐘 它那個三文的報時 和一般的三文報時報刻報分是不同的 它是報時報10分鐘和報分鐘的尾數 舉個例 現在是12點44分 它會先以高音調敲12下代表12點 然後以組合的音調敲4下代表40分 最後再以低音調敲4下代表餘下的4分鐘 我們講完Langanzona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江斯丹頓 Westrond Constantine 這隻Symphony Grand Sonnery 它有兩個功能是三文的聲話 它們就是大小字名 Grand Sonnery和Patty Sonnery 究竟大小字名是甚麼 三文其實是on demand 即是你要按鍵或拉桿才會報時給你聽 但是大小字名 背名思義字名就是當你設定它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報 大字名是會報時和報刻的 而小字名只是報時的 Westrond Constantine 除了這個大小字名之外 它還有一個安全的結構在裡面 當你啟動了三文的時候 你是不可以調教時間的 而相反當你調教時間的時候 也不可以啟動三文 這個目的是為了防止你意外去 啟動它裡面的mechanics 是一個非常實用的保險功能 最後我們想講一下Aldemus Piergay 愛比 兩年前愛比推出了 Royal Oak Concept Super Sonnery 這隻概念的三文錶 這隻三文錶 是跟瑞士大學的音響研究中心 一起研發的成果 它最特別的技術 其實是把錶殼設計成為一個高科技的共振箱 當然它們也用了很多新的物料 整個技術已經拿了專利 而且也用了在今年的新系列 Code 1159 裡面的三文碗錶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細細的三文碗錶 它的聲音是出奇那麼大 是可以比美以前的大型的Pocket Watch 好了 今個星期的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食材 否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